最近俄罗斯国防部长就说了 说俄罗斯决定向中国出售反舰导弹 可我们都知道中国已经有了英机系列导弹 还有东风21D 26等等这些弹道反舰导弹 既然我们的反舰导弹都这么齐全了 为什么还要向俄罗斯来购买这些反舰导弹呢 这个问题我们张先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现在是世界有很多的先进技术 只要是我们感觉好的就把它引进 我们为什么说自己的导弹很好 还要引进俄罗斯的 主要是俄罗斯呢 这个它有些个武器装备 平台我们引进了 像海军的956驱逐舰 我们引进了四艘放在东海舰队 这个舰艇来的时候呢 那么就带着俄罗斯的导弹 那么以后在更新换代的时候呢 如果还用俄罗斯导弹呢 也是一个特点 对不对 这个因为反舰导弹超音速 是俄罗斯的一个决手 决手活 俄罗斯比较决 根据俄罗斯这个技术 印度搞了布拉莫斯吗 这也是很好 飞机像苏27苏30这样的飞机 以后引进苏35 就是俄罗斯在设计的时候呢 这个平台 这个飞机这个平台 使用它相应的几种导弹 你看着飞机装个导弹 那不要它的导弹把我们导弹换上不一样吗 一样 但是很多问题要改 这个系统要改 因为飞机呢 它不管是这个导弹放在飞机上还是放在舰艇上 它一定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搜索 侦查 预警 就这一套系统 要发现目标在哪里 然后发现目标以后呢 中间有一个对目标的进行分析 指挥控制或者火力控制系统 最后再把导弹发射出去 那这套系统在俄罗斯它是一体化的 如果说你光引进了平台 不引进导弹 它这个系统就有点不协调 你把我们的导弹放上去 是重量 这个系统的兼容性 敌我识别的能力 这很多方面都是有问题 你跟着飞机都买了 马都买来了 你不就是个马鞍子吗 一块买了就完了 我感觉那主要是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那根据张先生所说的 购买俄罗斯反舰导弹 那就是为了方便和俄制的舰艇 俄制飞机来配套的 据推测 中国这次可能要购买 1300枚俄罗斯的反舰导弹 说到这儿 我们的网友有话要说了 我们来看一看 网友是怎么说的 这个网友轻轻小轻就说了 说这上千枚也太夸张了吧 这储存就是个大问题 那网友查评人生说 说马岛海战阿根廷 五枚飞鱼反舰导弹 打的英国海军 那是苦不堪言 那网友听风者就问 说楼上谁能告诉我 说这个上千枚反舰导弹 可以支撑多大规模的战争呢 当然这都是网友的一些问题 那根据这些网友的观点 我们就想问问张先生 那现在动不动 就是要买几百上千枚的导弹 那是不是说这个数量太多了 有必要吗 这个导弹是这样的 就是它有一个计算的模式 计算的模式 就是将来你准备 比方说中国 我准备将来要打什么样的仗 这个仗是在路上打 在海上打 还是在空中打 有这样一个对未来作战的一个想定 根据这个想定呢 然后就确定 我对这个导弹的需求是多少枚 比方说我要打一个中等规模的 海上的一场海战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对导弹的需求是多少枚 比方说一千枚或者两千枚 然后呢再测算 我们自己的生产能力 一年能生产多少枚 然后最后列出一个需求来 就是我们自己哪些方面不能够满足 有些个需要引进 或者是性能上 我们有 但是不如俄罗斯的好 最好是引进它那个 我们自己这个也在不断的改进 这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导弹的话呢 它需要平常要有一定数量的储备 不能说那边打起仗来了 我建设就装了几枚导弹 然后这个后边就没导弹了 所以对中国这种大国的话呢 我们要有相当多的基数 就是一个基数打出去之后 第二个基数要给补上 这要牵涉一个计算 一般来讲呢 像1998年的12月17号 沙漠之湖行动当中 美国派了企业号和卡尔文森号 两个航母战斗群对伊拉克进行打击 70个小时连续打70个小时 发射了400多枚导弹 就一次打击 70小时就能发射400多枚导弹 所以说呢 这个导弹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导弹需求量是根据你要摧毁的目标 数量 你比方说我要击沉一艘驱逐舰 一般情况下按照7枚导弹左右来算 我打算击沉敌人的一艘驱逐舰 7枚导弹 你打算击沉10艘 那就70枚 因为这个导弹不一定都命中啊 对不对 有的被干扰掉了 有的就被敌人拦截掉了 但是一般来讲呢 要7枚就差不多 这样一个计算概率 你打一艘航空母舰 那可能几十枚 就这样一个计算 那看来这个反舰导弹打军舰 还有这样的一个计算概率呢 我们继续来看啊 那这次俄罗斯出售的反舰导弹 很多人判断啊 它这个导弹的名字叫做KH59MK2导弹 名字还特别长 这个和中国同类型的鹰鸡系列的反舰导弹相比 它的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俄罗斯这个导弹 它的战斗部比中国导弹啊 要重50% 换句话说 什么意思呢 这边就是俄罗斯的导弹 比中国导弹可以多装上百公斤的炸药 那么问题来了 张先生 那是不是说这个战斗部越大 它这个效果就越好呢 大有大的用处 小有小的用处啊 像这个1982年 这个阿根廷发射的飞鱼导弹 巴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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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个大西洋运送者都集成了几十公斤炸药 几十公斤炸药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不是说越大越好 通常来讲呢 就是战斗部装药多 它的爆炸威力一定要大 但是你想想 这个弹头如果就将近一千公斤 这个装药 后边的发动机得多大 你得要推着动它呀 对不对啊 那这么重的一个弹头 发动机推的过程当中 它的速度一定会很慢 它的体积一定就很大 那这样大的一个体积 在舰上你得放 放多大地方 这占有空间啊 它飞行的过程当中 速度又慢 体积又大 它本身就是个目标 很容易被摧毁 就是说突访能力很差 这些个都是要考虑到的 绝对不是说 这个战斗部越大 就感觉这个导弹越厉害 那不是这个道理 那肯定不能这么讲 就是看你干什么 就看你干什么 现在这个导弹呢 流行不是战斗部大 而是超音速 导弹本身要隐身 另外的话呢 本身具有一定的抗摧毁能力 比方说到了末端以后 你的机枪 你的小口径炮打的时候 它自己有个小装甲 你打不透 不能够破坏它 而能抗干扰 这是它要追求的 你往里头装傻装炸药 这个没什么意思 你装600公斤 1000公斤炸药 结果到那被干扰掉了 这个是不是浪费了 对不对 就是不要形成一种错误的想法 就是说这炸药越多越好 精确指导武器 最主要的还是精确 你打对地方 点穴 一下就把对方置于死地 这就很厉害了 确实我们看到 张先生的关键是 精确指导 这是反舰武器必然的发展方向 从发射平台来看 我们看到现在 有从军舰上 从陆地上 从潜艇里 还有从飞机上发射的等等 如果说到体积小灵活性强 当然基载型反舰导弹 这当然是其中的佼佼者 当中国公开曝光了 英机12基载反舰导弹 试射画面的同时 我们看到 日本的一款新型的反舰导弹 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那接下来 我们让军事评论员子余 带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没错 主语 狼来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就是这一只踢着羊蹄的狼 就在上个月初 日本的一架F-2挂骰着XASM-3 反舰导弹一飞冲天 当它降落的时候 大家再仔细看一下 诶 一枚实在没有了 因此啊 大家都推测 这枚日本最新式的反舰导弹 已经顺利的完成它的定型试验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导弹的一个外形的情况 它的长度 大约是5.25米 而重量是900千克 同时啊 去估算 它的最大的射程超过了200公里 当然了 这里我们仅仅指的是导弹本身的射程 如果再加上这个F-2作战半径的话 那它的打击范围自然会成倍的增加 像这种F-2战机啊 它最多能挂载的就两枚的这样的反舰导弹 虽然说是两枚 但它的威力可厉害得很哦 那既然它被日本视为杀手锏 究竟有哪些独门武功呢 我们看 三倍音速 末端的低空裂海粗防 以及优异的五身性能 具体来说啊 这款ASM-3在世界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家族中 不但它的速度上面是相当领先 咱们继续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外形 特别是在它的推进器的方面 它做了一定的隐身的设计 也就是啊 这样让这款导弹更难找 更难防 并且更难打 而说到这低空裂海突防的能力 当ASM-3发射后进入弹道末端的主动制导弹 它可以把高度降低到10到20米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几乎是贴着海面飞行 冲向目标舰 这样一来啊 导弹可以大大降低 被目标舰探测和拦截的一个概率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具体看一看 这个ASM-3的一个攻击的效果 日本呢给它准备了一个测试的目标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艘叫做白根级的导弹驱逐舰 为什么用这样一艘舰呢 因为这艘舰够大 耐打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排水量是7600吨 而解放军的052C 052D也不过是7000吨的排水量 大家想一想啊 7600 7000 这针对的意味也够明显了吧 我们看啊 ASM-3从180公里的地方发射 到机动白根级的驱逐舰 只需要三分钟的时间 而一枚这样的家伙下去啊 7000吨的大家伙 足以失去战斗力 而最最关键的是 我们看一下它最后的 低空掠海的末端速度 它超过了三倍的音速 这样一来啊 它的速度超过了 大多数海军拦截导弹的一个拦截速度 这样一款在我国周边 精心炮制的反舰武器 你说难道不是狼来了吗 纵观全球 各国反舰导弹的发展 一直芳心为爱各显神通 而在这个过程中 前苏联就曾经制造出 让西方为之震撼的花岗岩导弹 这款导弹长度于10米 重量达到7吨左右 最大射程是550公里 巡航速度达到2.5倍音速 然而单是体积大速度快射程远 还不足以被称为巨无霸击反舰导弹 花岗岩导弹最让人恐惧的 是它超大威力的战斗部 据了解 花岗岩的战斗部 可以装载重达750公斤的 半穿甲高爆弹头 或者是20到35万吨级的核弹头 试想一下 这样的速度 这样的威力去打敌舰 只要一发命中 万吨级的舰船将会瞬间四分五裂 虽然花岗岩导弹 具有超强的攻击能力 但它的出现 其实是一种近乎极端的 反舰武器发展方向 但是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 有实战的干例 也没有看到有实验的这种案例 没有看到东方日记地把某一艘把船打掉 没有 神一般的存在 在技术上呢 它不可能被其他国家所运用 因为这个在技术原理上来讲是不可能的 它是不可能的 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所有的弹道导弹 什么叫弹道导弹 就是我扔一个石头 石头出了我这个手之后 它就按照自由落体这样下落 所以说弹道导弹呢 它完全是自由落体这样的状态 世界上任何的弹道导弹 都不能够去打运动目标 比方说一个人在那站着 我想拿石头把这个人打掉 那个人是不能动的 在我这个石头落到他脑袋之前 这个人如果动的话 这个石头是不会拐弯的 东方日记地呢 它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看见那个人在这站着 我就把这个导弹扔过去了 结果那人来回跑 这个导弹也跟着那个人来回跑 最后把那人给打死了 这什么道理 最后那个弹头 它上面有雷达呢 有红外呢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制导装置 它怎么会 它怎么会拐弯呢 它怎么会变轨道呢 它怎么会去找那个人呢 美国都没想明白 这个事儿现在还是个谜 就按照常规来讲 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除了说这个东风21D可以打军舰 还有人说了 说可以用防空导弹打军舰 像中国海军有一次演习 曾经用S300防空导弹打军舰 据说效果还不错 据说美军也多次尝试类似的演习 甚至有人统计过 说这个防空导弹打军舰的实战的战绩 那是七发六中 比反舰导弹的它的命中率还高 在这儿呢 问题来了 张先生 那您认为为什么会打得这么准呢 这肯定不是巧合吧 就是防空导弹打舰艇 这叫大才小用 就没有把防空导弹用在正地方 防空导弹 它本身是靠一个周斯顿雷达 或者中华神盾 我们一般的对海的搜索雷达 也就是看几十公里 因为它根据这个对海的搜索雷达 它根据这个尾干的高低嘛 尾干越高 你放到预警机上 当然它就看得更远了 但是你就本身舰艇的雷达 也就能看几十公里 防空导弹能看四百公里 这牛啊防空的 我们一般的对海的这个目标 由于这个海杂坡的影响 这个海上乱七八糟各种船都有 所以说我们只能分辨几个目标 对空四百匹目标 四百匹目标 四百架飞机来我都能看见 而且其中能挑选几十个进行打击 你对海根本不可能 我对空的导弹能达到三马赫 四马赫飞行速度 对海的导弹一般的国家 包括美国欧洲的这些国家 都是亚因素 零点八零点九马赫 中国现在我们有超因素 能达到两三马赫吧 这样的 那就是说对空的导弹速度快 对海的导弹一般的速度慢 为什么对海导弹速度慢呢 因为它大气层啊 所以说阻力大 就是说拿对空的导弹打舰艇 就好像我拿着这个手枪去打一个老鹰 一架把老鹰打下来了 但是呢我拿着手枪去打个大象 那不一定对大象构成威胁 对不对 就是这个防空导弹 它的装药量 也就几十公斤 几十公斤装药量的一个导弹 打一艘大舰艇 那能插破点皮儿 没什么太大用 就这个道理 所以说呢 就是拿防空导弹去打舰艇 这就是大材小用 那没用的正地方 那行当然可以了 这个没有问题 就没有这么用的 也在浪费 是这个道理